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10月Nature有一期脑计划专刊一共发表了16篇文章 其中汉青以第一作者贡献了两篇 并且有多篇合作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期待汉青给我们介绍他的工作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汉青 谢谢启元的介绍 然后也谢谢CGM的邀请 就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Lab近期的工作 然后顺便一说 我最近也是其实之前不太了解有CGM这个平台 但是知道了之后我其实最近也看了很多B站上的之前讲座的视频 觉得也受益匪浅 所以觉得非常有荣幸 我也有机会能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我就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基本的信息 就是我们实验室其中一个很感兴趣的生物学问题 就是DNA假计划 那么大家应该不需要我读 说大家都知道DNA假计划是表观遗传修饰里面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被研究的非常多的一种修饰 然后大家讨论说DNA假计划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前很多研究都会提到这个假计划的前台词 都是说DNA假计划它主要发生在DNA的CG位点 这个是因为绝大多数的 整合生物哺乳动物细胞体系 尤其是体细胞中确实CG假计划是基本上被高度假计划的 然后如果CG位点去假计划 那么也就说明那个地方有一些特定的生物学过程正在发生 但是同时呢CG位点只占了所有的C位点的大概二十分之一 比方说在人类基因组中 剩下绝大多数的C其实是我们叫做CH位点 也就是CACC和CT的统称 那么一开始在很久以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假计划它只发生在CG位点 CH位点的假计划可能是一些artifacts 但是后来在过去大概十年左右的研究 我们就发现其实假计划DNA假计划也会发生在CH位点 并且这个过程是非常能够非常robust的去detect到 尤其是当我们使用像hold genome by sulfide sequencing 这样的高通量全基因组的技术之后 但是呢CH位点它其实是发生 我们说它发生的时候 它其实主要是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细胞类型和组织类型的 这其中包括这个图中所列的一些像干细胞 但是特别突出的一个就是神经元 它其实是在所有已经被检测的这个组织和细胞类型中 我们发现神经元尤其是成熟神经元 它的CH假计划的程度是很高的 那么也正是基于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大约不到十年之前 我们lab也做过这样一个研究 和Salk的一些Neuroscience的神经生物学家合作 我们去用全基因组DNA假计划测序 去测这个人和老鼠大脑的假计划程度 并且做了不同的从非常早期的这个年纪到到age的brain 到比较老年的这个大脑不同的时间点 然后正如之前所知的 CH假计划在不同的时间点中都有比较高的假计划程度 但是比较令人惊讶在那个时候 一个surprise的发现 是从这个CH假计划 实际上它在大脑发育的早期 也就是人的这个零岁到大概四岁左右 甚至一直到这个青春期 它有一个假计划的积累 而这个假计划的这个CH假计划的积累 同样在老鼠的这个P0到P14 前两周 这个是周 都发现它的这个CH假计划有一个积累过程 然后across整个animal 它整个老鼠或者人的这个生命周期 它的这个CH假计划 都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假计划它积累的这一个时间段 恰恰也是大脑 哺乳动物大脑发育成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面 神经元它会发生这个突出的 发生和形成 然后使得这个大脑真正具有比较成熟的 这个是后面形成所有这些成熟的 神经生理活动的一个基础 同时在人类里面 我们知道有一种很重要的遗传疾病 叫做Red syndrome 它也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非常复杂 并且被高度关注的一个遗传病 它的发病时间就恰恰是在这个时间段 而在老鼠的这个Red syndrome的对应的模型中 它的这个发病时间也差不多是在这个 假计划积累的这个时间的之后 那么随后呢 研究这个疾病的人 他们就这个疾病有一个已知的致病基因 叫做MECP2 它也是在过去就被知道是一个跟DNA假计划相关的蛋白 它的全称叫DNA micellation CPG binding protein 所以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们其实已经很清楚这个蛋白它是可以结合DNA CG 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13年的这个发现之后 很多研究这个蛋白的其他的同领域的人 他们进一步发现 其实MECP2这个半蛋白不仅可以结合CH 也可以结合CH 并且它跟CH的结合是会引起下游很多这个基因表达 这个还有基因组的这个3D结构 还有Nucleosome的位置效应的变化 那么具体我就不多讲了 这我想说明的 我想以此来说明的就是CH假计划和CG假计划 他们在这个Neuron里面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并且这个是已经被这个领域广泛证实的 那么对我来说 对我们今天这个talk来说 我们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想了解说 DNA假计划它在神经元中如此的独特 然后同时呢 神经元我们知道它又是非常非常diverse的一种细胞类型 它可能在对于不做Neuron Science的人来说神经元它只是一种 但是对于真正研究Neuron Science的人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神经元其实可以被进一步分成几十乃至几百几千种 不同的细胞类型 那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DNA假计划它在这些不同的神经元类型中是否有差异 而这些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用来理解或者去定义神经元的这个从分子角度来定义神经元的这个特征 那么显然这些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我们在技术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比较幸运的是在我17年加入这个LAB开始我的这个PhD的时候 我们LAB已经有一个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在脑 在哺乳动物大脑中进行的单细胞假计划研究 然后随后在之后的几年里 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的一些文章 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技术给它做得更加高效 并且使得通量更高 然后成本更低 甚至可以做到在同一个细胞里检测多个modality 多个分子生物学信息 多个层面的分子生物学信息 我在之后也会讲到 那么这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具 使得我们可以回答 尝试开始尝试去回答上面这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我的一个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个核心 一个总的设计 就是为了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首先使用这个C57 Black 6的这个Y type的mouse line 并且用的都是成年P56的male mouse 我们把这个brain拿出来 然后切成600 micron这么厚的一个brain slice 然后在这个slice脑片上 我们进一步的去根据已有的anatomical的信息 解剖学的信息 去切出这个特定的功能的区域 大脑的一个功能区域 然后在这里面提取这个单个的细胞核 并且呢 我们知道大脑里大概一半是神经元 一半是其他的支持细胞 就Glial cell 我们对我们来说 我们更关注神经元的特异性 所以我们使用Neu-N这个antibody 它是一个pane neuronal的marker 通过sorting来enrich大部分的这个神经元 但同时也为了照顾到整个细胞类型的多样性 我们也会sort一小部分的non-neural 然后所有的这些nuclear 在经过这个single-fax sorting之后 单个nuclear会被sort到一个 三八四孔板的一个孔里 然后以此来区分每一个 basically isolate每一个细胞核 然后我们就会在每一个孔中进行 bisulfide conversion 它也就是所有做DNA假计化测序的一个 基本的化学反应 这个反应的原理是把没有假计化的C 通过化学的方式变成U 然后进一步在测序的时候 它就会被读成T 而假计化的C 因为那个假计的存在 会使得这个化学反应不发生 那么也就可以通过这个mutation的信息 来判断原来使得那个DNA 它的假计化程度 那么我们同时呢 我们这一套实验流程 是经过一个engineering的设定 可以高通量的实现 能够把几千个cell在同一个实验中 最后铺到一起来做sequencing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也和UCSD的人兵Lab合作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得到一部分的组织 来进行single cell chromatin accessibility 也就是染色体可及性的这个测序 使得我们能够在同样的组织中 得到DNA假计化和染色体可及性 这两种信息来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 对于这个表观遗传组学的一个描述 当然之后 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 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 它可以同时检测 Cell中的DNA假计化和三维的基因组结构 我们也决定要用这个新的技术来 也去测一遍整个mouse brain 我之后会详细介绍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们已经发表的这个pilot study中 我们是一共报告了45个脑区 我们一共会切117个脑区 然后已经发表的是45个脑区 在这45个脑区中 我们一共得到了超过11万个单个的nucleia数据 然后这些nucleia是来自于 如图所示的这些大脑的不同功能区 然后我希望从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介绍 我们是如何分析和尝试去理解这个数据基的 首先是我们对于很多single cell study来说 包括single cell DNA methylation 一个首先有的任务就是我们需要去注视 我们得到的这些细胞类型 以及它的这个脑区的这个特征 然后为了分析这个数据呢 我们首先进行的就是聚类分析 然后因为这个数据它有非常多 首先这个数据基非常大 然后这个细胞类型又的多样型又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种叫iterative clustering的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首先从整个数据基出发 进行一个clustering analysis剧类分析 然后在这个第一个层面的剧类分析上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已有的marker基因 来注视出神经非神经元 也就是其他的clear cell还有excitatory神经元和inhibitory neuron 然后在每一个这个大类下 我们会把它单独取出来进行第二次剧类分析 然后这个第二次剧类分析就能够有助于 帮我们进一步去尝试发现更具体的 神经元的细胞类型或者叫subtype 然后在这个第二个层面下 我们发现它仍然没有完全的去捕捉到 所有的这个细胞类型特异性 那么我们又进行了第三轮的clustering 并且我们通过结合基因和其他的一些解剖学的信息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第三轮的信息得到的cluster 它其实也是会跟过去已知的一些非常细微的anatomical difference 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在这个三轮的这个剧类分析之后 我们在我们一共可以从这个数据集中 定义出三个不同的cell class 然后41个不同的那个major type 以及总共有161个我们称之为subtype的细胞类型的定义 那么在有了这些label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通过DNA甲基化这个信息 来尝试去给这些label找到他们特定的这个DNA甲基化的特征 那么在找这个特征的时候 结合我刚才已经给了介绍 我们主要会关注两个层面的这个基因组区域 第一个是这个基因的这个基因body的区域 这是根据过去已有的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CH甲基化 它在neuron里面是高表达的 但是同时在一些 在特定神经元的高表达基因的这个基因body中 它这个CH甲基化又是被去除的 这个是因为DNA甲基化 尤其是CH甲基化 它in general是一种意志性的修饰 然后它往往跟这个RNA的表达是成负相关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基因 它的基因body区域的甲基化是消失的 那么就说明这个基因在特定的这个细胞类型里面 其实应该是高表达的 然后同时呢 这个是从CH和基因body来说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 我们做这个whole genome的byselfide sequencing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尝试去发现 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个基因组的 我们叫做Sys Regulatory Elements 顺势调控元件 然后也是通过过去已有的知识 我们那些顺 在这个基因组的这个顺势调控元件的区域 往往它的DNA甲基化具有细胞 它的CG甲基化具有细胞特异性 在一些已知的这个enhancer region 或者顺势调控元件中 我们会发现 如果一个细胞它的这个CG 相比于其他细胞是显著的也降低的 那么说明这个元件可能在这个细胞中 存在这个调控基因 下游基因的活性 那么基于这两种认识 我们就对所有的这个数据 进行了Pairwise的差异性的比较 去找出CH的Differential Gene 以及CG的这个Differential Macilated Region 或者叫DMR 然后根据这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从比较任意一对细胞 subtype去找出它们相互之间有差异的基因 以及它们across整个genome 有差异的这个具体的potential sysregulatory element 然后在这些DMR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下一项分析 就是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DMR的DNA系列 然后去研究是否在某一些 是否某一些transcription factor 它的这个DNA binding的motiv 在其中一个cluster的DMR会显著的enrich 相比于另外一个cluster的DMR 如果这件事情 是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话 那么它可能说明这个转录因子 它的它会它可能参与了这两个细胞 之间不差异的这个调控 然后基于所有的这样的Pairwise的分析 以及我们对这个cluster总本身 有一个taxonomy的这个dendrogram 我们可以把这个Pairwise的比较 assign给整个taxonomy 或者整个dendrogram的不同的node 就比如如图所示 我们对于比较高层面的node 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的可能是 一些大的cell type的difference 而对于具体的node 我们又可以zoom in 去发现它们 某两个很specific的cell type之间 有哪些基因是有假计划差异 尤其是我们可能会关注其中一些 转录因子它的一个假计划差异 这也代表了这个转录因子 在不同细胞之间的这个表达差异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对每一个node 做类似的motiv enrichment的分析 并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它的这个motiv 这个一个转录因子 它的motiv和这个转录因子 本身的这个gibody的假计划 是具有一致性的 是具有一致的特异性的 那么也就进一步指示说 这个转录因子 它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细胞类型中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当然这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 许多后面的研究进一步去研究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分析 它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是一个unbiased的 而且是across所有neuron进行的分析 所以它可以去help rank一些 可能过去并没有被重视到的一些 转录因子或者基因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 是我们会除了去用 比方说categorical或者custering这种方式 去定义我们的所谓的细胞类型 我们也发现在比较相似的 这个cell type之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一些和细胞空间位置相关的 DNA methylation gradient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如果之前所说 我们对这个大脑的这个dissection 其实做的是比较细的 一个老鼠脑子我们会切成117块 那么对于cortex来说 我们也切了相对来说是 相比于其他的研究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dissection 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些ground truth 使得我们知道这个细胞 它实际上是大致位于这个cortex 或者大脑皮层的某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用这个颜色去代表它的这个位置 然后在我们最后这个分析的 这个tisney或者umapt embedding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先这些细胞都是cortex的IT cell IT cell根据之前的信息 我们知道它是主要按照cortical layer 也就是不同的皮层的这个不同的层来分的 包括layer2,3,4,5,6 然后在每一个layer之内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细胞进一步按照他们dissection的不同位置 相互之间是有一个t度变化的 而且这个不同的脑区 我们都进行了至少两次以上的重复实验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排除它是一个experimental bias的影响 然后在这个是一个红 这个umapt embedding是一个宏观的说明 那么具体到特定的基因或者DMR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各个special的方向上 都是具有都是能够找到对应的differential methylated gene或者region 比方说这个ETV6这个基因 它就主要发生在第一列的这个脑区 也就是大脑中的这个limbic system 然后Zig4可能跟它就刚好是一个互补的pattern 然后或者Cox1这个基因它既是一个region specific的gene 也是一个layer specific的gene 以及RRA它可能是在前后 也就是第一个slice到第八个slice之间 across这个维度有一个差异 所以这个分析包括我们之后complete整个脑子的dataset之后 它也是给了我们一种unbiased的方法去发现所有跟这个空间有关的基因和顺势调控原件 从而给之后的很多研究提供一个candidate dataset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在hippocampus里面的granule cell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homogeneous的细胞类型 可以看到在umap上它基本上就是聚到这一个population里面 但是就是within这个population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个细胞来自于不同dissection的细胞 它们相互之间也是有一个gradient的变化的 而这个gradient的变化也反映在它的一个cell的overall的mch或者mcg methylation level上 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去尝试寻找不同的across这个gradient 去尝试寻找differentially maculated region的话 我们是可以发现和这个gradient有positive correlation和negative correlation的DMR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这些DMR它们是高度enrich在一些特定基因的基因body之内的 并且这个positively correlated的DMR它们enrich的基因 如果我们从已经发表的developmental的这个single cell RNA data去把它的expression level across developmental发育的这个时间轴去把它画出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些positively correlated的DMR 它所为它所在的这个基因其实是在比较早期的这个development有高表达 然后与之相反的这个negative correlated的DMR 它们所在的基因是在mature的这个granule cell里面是高表达的 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它说明这个DNA甲基化它的global的gradient 可能和这个细胞的成熟度是有相关的 尤其是这个granule cell 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了一些在这个granule layer里面存在的这个adult progenitor neuron 那么当然这个整个dataset还有非常多的信息 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都cover到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overall的一个resource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自己去很方便的去探索和发现这个dataset中的一些有意思的information 为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data browser 这个也是网址其实在我们的这个paper中也可以找到 那我们建立了在这个browser中你可以去interactively的去browse我们这个data 去浏览我们的这个data以不同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有基因的page 你可以去看每一个基因它在不同的cluster里面的假计划的这个状态 以及把手动的去能够去plot我刚才去秀的所有的这些图 然后你还可以去在genome browser上看每一个cluster 这个基因body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剪辑base level的假计划状态 然后同时另外一种layout是这个以脑区为形式去组织的 我们可以去打开一个特定的脑区 然后来看到我们是怎么做dissection的这个脑区它的细胞 类型的compensation 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对我们这个文章中建议的161个cluster或者cell type 细胞类型你可以每一个都有一个它自己的页面 它来自于什么样的哪些脑区它的空间分布 以及这个细胞类型它的marker gene 在我们DNA假计划中发现的这些marker gene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么以上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进行了我们通过单细胞假计划测序得到了一个45个脑区的dataset 我们通过剧类分析来定义细胞类型 然后通过寻找DMG和DMR来给细胞类型以及脑区进行一个特征的一个描画 那么以上其实也是大多数单细胞研究的一个常见的范式 那么对于我们单细胞假计划或者说表观遗传主学来说 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去进一步的去注视我们的genome 尤其是基于这些invival的single cell level的data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首先和这个人兵lab合作 因为他们lab也会产生single cell attack data 并且这两个dataset是来自于同样的组织import的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数据集通过computational的方式 把它integrate到一起 使得不同的细胞类型在对应的在两个dataset中都能找到相互对应的细胞类型 然后我们也就对每一个cell type 对于大多数cell type我们都有 同时有这个DNA假计划 CG假计划和这个染色体可及性的信息 然后我们就使用lab之前同事开发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去预测具有enhancer活性的DNA假计划区域 然后这个预测结果 我们发现在所有的4.5个million的DNA假计划这个differential methylated region中 我们一共发现有其中有1.6个million的DMR 它是具有potentially被预测为是enhancer或者增强子的 然后这些enhancer也会高度和ataxic中的这个peak overlap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剩下的这三分之二的区域 它们虽然没有被预测成potential的active enhancer 但是它们仍然具有非常显著 statistical significant的这个细胞类型的特异性 其实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剩下的这65%的data 如果我们把这个DMR按照它的染色体可能性 也就是从最不open到最open分成五个组的话 我在这里定义它为12345这五个组 然后我们把对应的这个发育过程中 这些区域它在大脑中大脑这个发育过程中 它的这个open chromatin或者h3k27 acetylation 它是一种enhancer的一个potential enhancer的一个signal 以及它的假计划把它画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最不在这个adult brain 或者adult neuron中最不open的DMR 它们其实恰恰在非常早期的这个发育的大脑中 它的那个genome中其实是相对比较open的 也具有更强的enhancer signal 这说明它们可能是一些早期决定这个细胞特异性的一个regulatory element 顺势调控元件而随着这个发育的过程中 它们是慢慢的被抑制并使得它最终变成一个closed的状态 而在这个adult neuron中已经我们是最open的这些DMR 它们确实这个open的状态也是随着这个发育的过程被慢慢打开的 然后在这个acceleration的这个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在发育的后期慢慢具有更强的acceleration的signal 说明它的enhancer-like activity是逐渐升高的 那么这个也指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DNA假计划可能相比于open chromatin 它不仅含有了这些包含了这些open chromatin 或者active enhancer的信息 它也包含了过去可能developmental中存在的vestigial的information 也就是遗迹的信息 然后进一步如果我们做motive enrichment analysis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最closed的DMR 它的motive其实有很多已知的和早期发育 早期神经炎分化成熟相关的转路因子 的motive是相比于这个open DMR是显著enriched 然后open DMR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65%的DMR它仍然可能有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有趣的这个生物学 然后对于剩下的这35%来说 因为它是被预测为active enhancer 所以我们就希望进一步的去研究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些active enhancer 它们的上游去bind它们的transcription factor可能是什么 以及第二个问题 它的它们的下游或者它们去target和调控的这个下游基因是什么 那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已经有cover到了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motive enrichment去尝试predict 某一些enhancer或者某一组enhancer 它们可能是受到哪一个转路因子调控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下游 我们有两种方式去研究 第一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细胞类型 所以对于每一个region enhancer或者DMR region和基因来说 我们可以across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细胞类型来计算它们的correlation相关性 然后如果一个enhancer或者一个DMR 它的假计划程度和一个基因的假计划程度是高度相关的 那么我们就computationally的predict 它是potentially会调控那个基因的 因为它们的这个假计划修饰是共同变化的 当然我们也做过它跟DNA基因表达的这个correlation 结果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然后根据这个correlation 我们就可以把许多DMR和它的下游调控基因去联系到一起 然后这个computation的prediction 这里这张图展示的是这个DMR和基因它的这个距离关系 和这个基因的启动子的距离关系 然后可以发现大多数highly correlated的这个enhancer或者基因pair 它们都是实际上是在这个基因上下游相对比较近的位置 当然也可以发现一些离它们比较远的位置 位置的这个enhancer gene correlation 当然这些都是computation的prediction 它相对来说是需要可能是比较noisy的 然后也有很多后续的工作 在尝试去进一步验证或者subset 这里找到的enhancer gene link 而第二种方式是直接用新的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要引入一个单细胞多组学的技术 就是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 我们lab和Salk的JC Dickson Lab合作 开发了一个叫SM3C-Seq的技术 这个技术简单来说 就是在我们进行这个single cell methylation sequencing之前 对这个nuclei进行crosslink digestion ligation的处理 使得这个DNA它原来的这个3D信息 3D genome的基因组的信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形成这个chimeric DNA fragment的方式 被encode到整个data中 然后我们再进行正常的DNA methylation测序 并且在mapping的时候 去把这个chimeric 也就是嵌合的这个fragment给它找出来 然后就像分析其他的HiC或者类似的基因组数据一样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单细胞水平的3D基因组信息 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技术应用于其中的一个脑区 就是Hippocampus 然后得到了大概3000多个 6000多个细胞的单细胞基因组空间结构 3D结构的信息 然后我们因为有这个 同时具有这个3C和DNA methylation 我们可以用DNA methylation 从而使得它能够非常轻而易举的和 我们的其他的DNA methylation data 把integrate到一起 并且可以把cluster的label 传递给这个3D genome的profile 然后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 细胞类型特异性的3D基因组结构的这个profile 然后分析这个profile 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细胞类型特异的 DNA interaction highly interactive loop 这个loop说的是在低音组 基因组的两个区域 特定的区域 它们有相比于 background更强的这个 chimeric reads或者interaction signal 那么也就说明可能这两个区域 它在原始的这个细胞 或者细胞类型中 它们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近的 那么也就只是 它们可能是具有相互的调控关系的 那么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个例子 恰好就位于一个 一个基因叫FoxP1 这个基因它的这个表达 以及它的这个基因body的假计化 或者open chromatin 都是显示这个基因是在CA1中 高表达或者highly active 然后在DG这个cell type中 是不表达或者不active 那么这个是这个基因body 同时我们这些loop 也把这个基因body的启动子 跟许多周围的 甚至相对来说比较远的区域的 非编码区域联系到了一起 然后我们具体去这个非编码区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有许多predicted enhancer DMR 它们的这个macylation 是在CA1特定的hypomacylate 说明这个enhancer可能是比较open 或者active 然后这个open chromatin的signal 也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一点 那么这个例子也就是想说明 通过结合这个3D confirmation 和这个overall的epigenomic pattern 我们可以尝试去predict 一个基因它是通过它周围的 哪些sysregulatory element来调控 并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其实在大脑中 神经元特异性的这个基因 很多是相对比较长 并且有很多的这个简介特异性的 比方说这个基因 它最长的这个transcript 可能是across一个非常远的距离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epigenomic信息 它实际上只是可能 在这个CA1这个cell type里面 起作用或者说比较active的 是这个FoxB1的225这个transcript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可能之后可以深挖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epigenomic data中 可能对于某一些特定的基因 我们甚至可以去尝试predict 它的这个cell type specific transcript 或者说起码哪一部分的基因是active 当然这个需要未来结合一些 能够去read out transcript specific的 single cell RNA data来进一步的验证 当然除此之外 除了去把enhancer和这个promoter 去link到一起之外 这个3D genome dataset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informative 并且有很多其他可以深挖的方向 比方说最近去年今年 过去两年就有很多研究发现 这个DNA methylation 尤其是CH methylation 它和这个MECP2这个蛋白的结合 其实会进一步对 整个3D基因组结构 以及nucleosome positioning 产生一个调控作用 但是这些研究的一个 其中一个 limitation就是 他们所用到的所有的chromosine conformation的data 都是在buck level 或者最好也是可能在neuron的level 但是我希望能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 就是neuron本身是非常的diverse 以及非常的差异巨大 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同样的问题 能够产生一个全脑的三 并且是具有cell type specific的 这个3D基因组的reference dataset 那么或许对于全面的了解 这个三维基因组的一个调控 一个调控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将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完成了这个单细胞假计划的全脑的测序之后 我们也在进一步步上这个单细胞的3D基因组的一个测序 然后另外across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不研究大脑 只是最终通往研究老鼠的大脑 就是最终通往研究人类大脑的第一步 我们也在一些pilot study中 去尝试用同样的技术 去profile老鼠 然后marmocet猴子以及macaque human的同一个脑区 然后以此来比较细胞类型特异性的 这个三维基因组结构或者regulatory elements 它们是across species conserve还是不 conserve 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之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然后汇总一下 对于annotate这个基因组来说 通过我们的单细胞表观遗传组织数据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 然后根据它是否是具有active signal的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vestigial DMR和active enhancer-like DMR 对于这些vestigial DMR 它们可能可以和过去的differmental history联系到一起 那么也就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 结合过去的一些发育信息 或者今后产生更多的发育相关的profile 去探究它们的一个动态变化 然后对于这些active enhancer DMR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用现有的数据去尝试 去发现它的上游的转入调控因子 或者它下游的target基因 而发现下游的这个target基因这件事情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100多个cell type 相互之间的correlation 也可以通过产生这个三维基因组数据 来够实现这个 来从另外一个方面 帮助predict的这件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之后的一些 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 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一个最大的目的 还是为整个分子神经生物学领域 提供一个reference dataset 就如2000年的时候 我们首先从这个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出发 完成了全精英组 人类或者老鼠 或者其他模式生物的 全精英组DNA测序 但是测完之后 在随后的这20多年时间里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不断努力去 对这个测到的数据或者sequence 进行一个functional的 annotation功能上的注视 那么同样的 在完成了这个单细胞甲计划组 或者单细胞RNA或者attack 的这个brain atlas的测序之后 我们首先做的是 present这个dataset 但是进一步的是希望 对这个dataset的每一个cell type 进行一个功能上的注视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主要有 目前我们主要有三个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是 我们在整个这个 就是美国的brain initiative 脑计划下 我们不仅会产生 DNA methylation 我们也会产生 所有其他的mosality 甚至neuron之间的connectivity 还有以及其他的一些 image based的很多 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么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 来使得它有一个共同的 比方说起码细胞类型的定义 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分析步骤 那么在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没有主要介绍的 研究项目中 我们就把这个brain initiative 产生的所有的单细胞数据 把它做了一个integrative analysis 使得我们能够 对每一个定义的细胞类型 都能够给它 补全它的DNA甲基化 软色体可及性和RNA表达的 这个profile 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 对不同的分子信息的层面 不同层面的分子信息 进行一个相关的分析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大部分项目 做的是单个细胞 单个分子层面的信息 那么未来 可能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以更多的使用 单细胞多组织的 技术去做 去做之后的profiling 在这个方面 我们实验室就基于 一开始的DNA甲基化 开发出了单细胞 DNA甲基化和RNA的coassay 或者DNA甲基化 RNA和open chromatin的coassay 以及我刚才介绍的 DNA甲基化和 chromatin confirmation的coassay 这些coassay能够 在细胞水平 把不同的分子层 生物学信息给联系起来 那么他们首先省去了 这个computational integration的 必要性 同时他可能 可以给这些computational integration 提供一个ground truth 使我们能够开发更好的算法 来把其他一些数据 给做一些 做integration 然后第三个方向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很多分析 都为了去predict potential enhancer 以及这个enhancer的 potential target的经营 那么这些研究的 一个很大的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开发新的 分子生物学工具 使得我们可以利用 这些enhancer 去实现特定的reporter gene 或者工具媒 在特定细胞类型中的表达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lab或者 和其他很多 合作的lab 都有在推进 就是尝试通过 单细胞 表观遗传组绝 找到的这些candidate enhancer 来构建 enhancer AAV 使得这个 并且去验证 是否在这个特定 enhancer的driven下 这个AAV中的reporter gene 或者 或者工具基因 像create 能够在特定的细胞类型中表达 那么这个可能会 对我们之后 进一步的研究 特定细胞类型它的一个功能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并且同时 像对于老鼠这样的模式生物 我们是可以通过 构建 通过遗传学的方式 去构建特定的mouse line 但是对于像人脑 或者说猴子来说 相应的这个遗传学的方式 可能就是要么不可能 或者说非常艰难 那么可能通过enhancer AAV 尤其是cell type specific的 enhancer AAV 可能是一个 可以绕开这种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 一种方式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小点 就是在我们这个研究中 我们也尝试了使用 deep learning的方式 去学习我们得到的 这个dataset 然后去重新predict 每一个细胞 根据它的DNA假计划 去predict的 它是什么样的细胞类型 或者它来自于 大脑的哪个区域 那么与之相类似的 在之后我们或许可以 设想的一个情景 是当我们完成了 全脑的这个DNA假计划的 atlas 或者RNA 以及attack的atlas之后 我们就像当初完成了 一个reference genome的sequencing 然后我们通过train 这样一个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就可以去predict 今后产生的新的单细胞数据 使得它们能够align到 这个Eo的atlas上 就像过去我们做sequencing的时候 align到reference genome上 那么也就为大家 不同的实验 或者说不同的问题 提供一个统一的 这个细胞类型的 或者脑区的一个定义 当然这个也是我觉得在未来几年 随着所有这些项目的完成 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以上就是我想讲的 不好意思 花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 这些是一个summary 那么以及我想感谢我的导师 叫Joe Acker教授 以及我们整个团队 大家可以想见这个产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数据 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而是非常多的人在不同的层面 进行合作而达成的 同时不仅是我们lab 也包括我们在soc UCSD 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collaborator 然后也就 同时也感谢大家 欢迎有任何问题提出 好感谢汉心非常精彩的报告 深入前出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chat里面 已经积累了一些问题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想如果有提问者在线的话 可以挑重要的先 每人可以先问两个问题 试诚要不从你先开始 OK 那诚如你先说吧 好谢谢 就是我想问一下 3D基因组结构 它在不同细胞中的保守性和特异性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 这个一个好问题 就是我觉得 首先 我们 我这里不好意思 没有slide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在研究中 我们其实尝试了用3D基因组的信息做clustering 然后也同时用DNA假计化的信息做clustering 在那个研究中 在那个研究中我们发现其实3D基因组的信息它相对来说没有DNA假计化能够identify的cluster多 也就是说在in general它的这个信息可能不如DNA假计化那么的diverse 但是这个论断可能也不完全正确 这是因为相对来说分析这个3D基因组结构化尤其是它的clustering 可能是一个更加competitional challenge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其实有很多实验室跟进 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些方法上的改进 然后我可以分享的是 我们实验室有另外一个研究正在用这个技术去profile不同的human body的organ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在某一些tissue里面 它的3D基因组甚至有时候比这个DNA假计化 能够identify出更多的cluster 所以可能这个答案也有这个tissue的specific 我能问一下就是3D基因组的结构得到的话 我们可以像像基因组一样的来比较吗 就是怎么说 就你说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看这么几样东西 就像做HiC的一个通用的范式一样 我们会去看它的compartment 然后这个DNA的domain 也就是你这里看到的可能一个大的block 或者这样的一个highly interactive的region 它可能是一个tied domain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这个predicted loop 然后这三种信息我们在每一个cell或者在每一个celltype中定义出来之后 我们在across不同的celltype进行一个differential的analysis 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些假计化修士或者是其他表观遗传学特征的一个summary statistic吗 首先它本身我们基于3D基因组分析 我们不需要考虑它的假计化或者它的open chromatin 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一个3D genome的一个structure 然后我们这个技术我觉得它的优势是 我们在看到这个3D structure的同时 我们还测到了同一个细胞它的这个DNA假计化 那么你可以之后把它联系起来 去解释是不是这个domain它更加的strong 是因为有比方说更高的假计化或者更低的假计化 就像诸如此类的分析 那如果说是找到特异的3D基因组结构的话 即使它没有对应特定的细胞类型 你会发现它对应特定的一些功能吗 比如说这部分有这个特异结构的区域的基因 它都有一些特异性表达呀 或者是对应更下游的一些特异的功能吗 In general 比方说这里闪失的这个例子 我们发现的就是 比方说它在一个特定的细胞里面 它有更高的interaction 或者它的这个loop更加的显著 然后我们发现它同时这个基因 在这个特定的细胞里面 也是更加的active 然后potentially interact with the digital enhancer 但是总的来说它提供的是一个信息吧 比方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本身 就基因组的一定区域 或者说基因组两个很远的这个区域 把它给联系起来 然后具体怎么解释这种联系 是一是通过我们其他的modality 二是可能需要 当然对真正做这个3D genome analysis的 或者mechanism study的可能需要 进一步的通过FISH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去验证 所以气缘就是那个焊腔 现在还是大家还是集中在 weeds in chromosome 不是那个cross chromosome correct 对因为cross chromosome不是不能看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本身cross chromosome 它的这个可能它的modality 或者它的那个随机性 就会可能会更大一点 然后就算是在做bulk highc 的时候大家讨论cross chromosome 的时候都需要更高的coverage 然后这也在我们这里面 可能造成的就是我们也没有 目前还没有那么高的coverage 可以在cell type level去看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技术 从技术层面角度 它这个single cell methylation 确实会产生更多的 artificial的chimeric fragment 就是我们即使不做这个 digestion ligation 它其实也会产生一些 chimeric fragment 然后这些chimeric fragment 更有可能会出现在trans 也就是不同的chromosome之间 所以它的这个background noise 相对来说对trans的analysis会更大 而对于sys来说 我们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本身 因为它信号足够强 是可以就是相当于signal to noise 的ratio就会更大 所以我们主要目前还是focus 当这个sys的analysis 对于trans interaction来说 有一种信息或许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的 就是很多时候trans interaction 它可能不一定是表示说它们是有interaction 而是可能只是它有CNV 有translocation 有基因组的大片段的relocation 这个信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对于其中某一些问题 可能不一定是brain 可能对于cancer或者什么 我们这个是可以看的 OK所以它在用词上 一般如果我们说trans的话 意思就是不同的chromosome之间 sys的话我们认为是同一个chromosome 对trans就是说 对于HiSA的常用的这个术语来说 trans是说不同的chromosome sys说的是同一个chromosome OK我再问一个 我们就关注这个PPT 这个ligation之后 我怎么打断它呢 你们怎么打断呢 我们不需要打断 因为bisulfide conversion 这个化学反应 其实是比较harsh的 所以对于所有的 whole genome bisulfide sequencing来说 都没有打断DNA之一 因为它本身化学反应一完成 它DNA就已经断成 大概两三百个BP左右 一个比较小的片段 所以对于后技能bisulfide sequencing来说 你可以如果你去仔细看 它的particle的话 一般是没有sear这个步骤的 因为不需要 然后对于那些enzyme based bisulfide sequencing 就像N1B那个EM sequence 你会看到它需要sear 因为enzyme conversion 没有那么 不会帮你打断DNA 应该说其实是它的一个优点 这个蛮有意思 因为但是汉庆 我觉得可能后面我们再讨论 就是说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线粒体 它的那个假计划 他们在做的时候 还是建议你把它打断 否则它可能会影响你 线粒体假计划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一般不看线粒体假计划 因为第一个原因 我们这里做的是 single nuclei sequencing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 expect这里面理论上 不应该有线粒体 如果有的话 很有可能它来自于 environment contamination 因为我们这里 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研磨 然后尤其是neuron 它相互之间是长得 非常的紧密的 不像可能血细胞 本身就是一个个分开 neuron你去磨它之后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单细胞 其实那个cytosome 或者cytoplasm的 那些东西 全都相互之间 mix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在做neuron的时候 我们用了single nuclei sort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不看线粒体 然后第二个原因 最近也有一些文章 当然值得讨论 或者值得怀疑 就是去研究说 其实DNA 线粒体DNA 它没有假计划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 读过一个NAR的paper 说实际上那些假计划 可能是RD5 我想起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也认为 它的那个线粒体DNA 假计划应该很激 但是如果说 你不把线粒体DNA 打断掉 然后用把slafer去处理 你会看到假计划信号 所以我也怀疑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回头 我们可以讨论 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刚才 刚才这个陈璐 我问到了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不同 cell type 这个3D 进行组的这个结构 它有没有什么特征 我感兴趣的是 疾病 比如说这个dibitis 我们取疾病的那个提售 和正常的提售 在3D结构上 空间结构上 能找出比较稳定的差异吗 有没有类似的文章 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balk level 我一下我不敢确定 但是我猜是有人会去这样做 因为像balk high c 对吧 可以去进一步的做它的 我估计可能会有人 应该会有做cancer 或者做immunology的 类似的study 但是现在其实single cell high c 或者我们这个single cell methyl high c m3c 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这个阶段 它本身的分析什么的 都还在摸索之中 但我觉得去研究疾病 其实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现在 比方说对我来说 我可能只做的是一个 totally white type mouse 但其实做这个的目的 也是为了 给之后的可能一些 disease condition 或者agent 或者divirmental 提供一个参考 有道理 OK 那刚才你提到了 那个 就是提到了这个 非化学方法 比如exam去处理 去检测甲剂化 这个在你们label 有没有做过系统的去 就是去探索 你们倾向于这种方法吗 或者这种方法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在尝试 而且也在尝试把它变成单细胞水平 我觉得都有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对于 其实其实那个 DNA假计划 要检测DNA假计划 有很多很多技术途径 我觉得bisofine conversion 它肯定是一个最gold standard 以及相对来说最容易 最稳定的一个东西 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方式 所以目前已经published的 single cell methylation 主要大部分 绝大部分还是 基于bisofine conversion 像EM-seq的话 它的其中一个优点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它对于这个DNA的这个 破坏 没有bisofine conversion那么大 那么就使得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 in situ的treatment 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让这个煤 自己跑到nuclear里面 去进行一个conversion 而不会破坏这个nuclear 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就是它可以使得 这个nuclear的完整性 可以使得我们可以用一些 其他的strategy 来multiplex我们的cell 像这里我们用的是一个 plate-based method 它相对来说 几千个cell已经是非常高的通量了 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 必须在一个单独的孔里面反映 而如果用tags 或者说用combinatorial index 那样的方式 它要么是用微流控芯片 用biz去separate cell 要么是用combinatorial index 的方式去separate cell 这些separation它的通量更高 但它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 nuclear必须是不破的 那么bisofine sequencing bisofine conversion 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可能emconversion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也有人举手了 最后一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 你知道的那个mecp2 有这么多的mbd蛋白 那个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除了 就是除了mecp2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蛋白 mbd蛋白 它参与到这个CH的假结化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蛋白特别受到关注 是因为这个蛋白本身是 Rat syndrome的这个致病基因 然后不知道你清楚 那个贝勒尔medical school college 有一个人叫Huda Zagabi 它是它的一个就是代表性的研究 就是发现mecp2这个基因 是导致了这个Rat syndrome 然后这个基因 因为它是一个methylation reader 它其实它的phenotype 非常非常的diverse 然后它可能有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基因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就去研究这个基因的方方面面 但是就在他们lab去年 还是前年有一篇eLife的文章 就尝试去说研究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说mecp2其实不是唯一的 DNA methylation reader 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一些 candidate protein 也是可以read的 尤其是CH methylation的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 其实我觉得还在 可能其他的也都在进行中 但可能现在的回答就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唯一的reader 可能其他的mbd protein也会参与其中 我再留给一段时间给其他的人 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先选一春 unmute提问 好的 这个我想问一个比较naive的问题 就是就是一个母细胞 它分裂成两个细胞的时候 假设它都是同一种cell time 它的这个子细胞的这个3D结构 是你们觉得它是因为它继承了母细胞的这个 epigenetic的mark 所以导致它这个3D结构吗 还是说它是有更复杂的 这个 首先所有的neuron 它都已经是postmetodic了 在这个adult brain里面 然后 其实关于它的这个3D结构 在复制之后 是如何稳定的形成的 并且across不同的cell有就非常高的这个相似性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 是一个起码在我现在这个study里面是 没有触及到也没法回答的 它可能是一个额外的需要其他的一些方式 甚至不一定是sequencing的方式 可能需要通过single molecule imaging这样的方式去 尝试去解释它 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观察到的是它的结果 它就是不同的cell type 非常的 不同 within一个cell type 它不同的这个cell非常的保守 然后across cell type 它有一些区别 然后这些区别 它的这个loop 或者说它的这个domain的structure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通过CDCF cohesing 它的这个 本身CDCF的motiv 它其实也是methylation sensitive 然后它可能通过本身这些motiv的调控 它的这个chromity structure会有一些特异性的变化 对不知道可能没有完全很好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就是好奇 谢谢 好 汉清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ch假计划的 我想知道在你的这个工作中 你研究ch假计划在基因body上的和基因表达的一个coloration 你们有没有看过非基因body为止ch假计划是否有什么可以predict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我们在这里主要还是看的是基因body 但是 其实 其实那个很多 比方说我们我们其中也包括了很多 Long-Long coding基因或者一些 其他比方说single cell RNA study 它可能detect的不到的基因 它其实是 在methylation里面 我们并不关注这个 RNA到底表不表达 我们只需要它这个region就可以了 其中就包括我们其实发现很多methylation里面很diverse的基因 它在RNA single cell RNA data里面 可能并没有很高的表达或者很specific的表达 这个是一件事 第二个我觉得unbiased的 我们确实是可以进行一个hold genome level的analysis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potential的direction 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找到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想 需要跟一些其他的方式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解释它 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hold genome的这个chromatin confirmation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包括有很多cell type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描述这个事情 然后之后再尝试去解释它 对那根据你刚刚所说 比如说它在RNA表达和它的这个chmethylation有一个不对应的情况 那目前来说你认为用比如说epigenetics 或者用RNAsic去进行这个brain的这个cell type的一个分类 哪一个就更为准确 我觉得首先对于分类的 对于就就先解释一下那个不对应的情况 比方说一个特定的例子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别的研究里面有解释 就比方说我们发现有一些区域是DNA methylation desert 它就完全没有假计化水平 不管那个基因表不表达 它可能那个区域 它是受到一些其他方式的调控 比方说polycone的repression 它可能就非常早期就已经介入了 使得那个DNA假计化 或者那个区域早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抑制了 所以它DNA假计化煤根本不会过去假计化它 但那个区域仍然是不表达的 然后对于第二个问题 或者你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难点是 首先这个细胞类型的定义 它没有一个ground truth 因为classary analysis本质上是 本身就是从定义上来讲就是没有固定答案的 也就是说我们从一方面来说是不同的modality 是可以看到不同的cell type 然后那么大家就是在描述这个modality本身 我所看到的这些diversity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确实也可以把它integrate到一起 能够把messolution的cell cluster和RNA的cell cluster 做一个integration 在某些程度上把它对应到一起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一些across modality analysis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停留在这个level 用这个level的cluster去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 我觉得从比方说这个技术的availability和cost efficiency来说 如果目的只是说要定义这个cell type的话 那确实可能single cell RNA是一个最efficient的方式 因为大家谁都可以做tags 但是相对来说single cell DNA methylation 我们其实是在定义 我们是在测whoge genome 就是每一个cell有1.5个million到2个million的率 它的成本肯定是比single cell RNA要高很多的 我觉得如果是同样数量的cell 我们可以identify的cell cluster 可能会比tags要多的 但是这个成本肯定也比同样数量的tags 对我觉得你们这个技术真的是加进了很多组绝上面这个越多的层次 它可能最后和环境还有生长发育的这个coloration可以建立的更怎么说的更更紧密一点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CH假计化部分你研究精英body的话你不是应该看所有的C比如说C呃CG假计化加上CH假计化 你现在的这个定义的CH你是完全不看基因body里面的CG配合 嗯其实CG假计化也是跟这个messor也是跟这个基因表达有有一定的correlation的 尤其是本身其实基因body里面 within这个基因body intron region它可能就有很多sysregulator element 所以我们两个都看过呃但是我们比较过就是quantitatively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correlation 尤其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呃在另外一个study里面有同一个cell又有messoration又有RNA 所以我们可以去用这个ground truth去算correlation呃如果说overall correlation的话correlate最好的就是这个CH假计化 这个包括之前很多文章其实也呃呃呃也也有提到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默认就会用呃CH来呃quantify这个chainbody okok好谢谢嗯嗯汉钱我再问两个问题关于tech呃tech那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你刚才显示的是用96空板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的cell呃384空板我们用的是384384空板还好一些啊那这即便384空板做这么多cell也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吧 你们是用messor做吗还是不会手工吧对对哦肯定是用呃机器做的呃就是我这儿 画的这个意思我们我们用的具体的是一个biomech的i7robot就是他呃我们设好了一个呃pipeline呃一次会做八个384空板呃一共有3072个cell3072个孔 然后可能会呃我们需要大概一一到两个人呃这个实验的周期大概是两两天呃可以完成这3000个cell的一个prepare呃这个项目总共大概花了 呃呃呃前后一共五年的时间吧嗯呃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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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是不是要要比single cellrnseq要贵的很多对吧它的如果算成本 嗯呃具体呃呃成本我不太好直接说因为其实不同的level不同的scale它的能拿到的discount也很不一样呃呃但是相对来说我可以给一个概念是它的成本和smartstick差不多 ok那还不错了呃呃呃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数据的问题我呃呃呃呃你在做那个class分析的时候是用单点做的呢还是用区域的平均值去做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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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brain里面work的比较好的 然后用单点做的话 其实是一个 很难很难实现的事情 computationally很难 engineeringly很难实现的事情 因为你的基因组有 basically所有的c的话 它是这个feature数量太大了 然后尤其也很sparse 因为虽然我们在一个细胞里面 有大概1.5到2个million的series 它其实只cover了 genome6到8%的cytosyn 所以对于single cell来说 它相对来说还是sparse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谁你不问完了吗 完了完了 我的问题就是 你知道那个single cell RNA-seq 它一般比如说不同lab 做用不同的方法 可能有一个重复性的问题 因为它不同 就是处理样本的时间 包括处理样本的方法 对吧 我想我想问你就是 相比于rnsic 这个你们这个方法 在研究假结化和这个基因的 这个结构的这个方法 它的这个重复性有多好 这个我们没有一个publish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就是empirically 我可以分享一下是 DNA假结化它其实相对来说 会robust的很多 起码在我们的一些 比方说human的这个study来说 我们如果是RNA的话 不同的human 然后不同的status 其实是会差异会很大的 然后尤其是你可能需要用到那些 像harmonies Scanorama那样的batch correction 才能把cell cluster到一起 而对于messilation来说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情况 如果那个 比方说我这里的mouse data 我从来都没有用 integration的那个步骤 我就可以把这个data 全都cluster到一起 当然这个是highly controlled 的ytype mouse 对于我们其他一些项目 我们其实也发现 DNA messilation 反而是要让它变是很难的 就是你要看到差异 其实很罕见 然后同时呢 还有一个对于 做human study的好处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那些postmodern的human tissue 有一些可能attack 它对于这个tissue quality 要求会非常高 但是对于messilation来说 其实我们的成功率比 同时就是 做attack的这个成功率要高 那就是说那些 eraser 那些酶可能受你这个 tissue dissection 这个影响非常小 所以它这个假计划 基本在你这个genome上面 都不会改变 对 它的改变的这个 相对来说还是 可能这个technical的reason 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感谢韩清的精彩报告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网站和公众号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谢谢 谢谢韩清 谢谢 谢谢 拜拜